1949年,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强装打扮下基层视察 半路上有点饿了,便到一家面馆里就餐 谁曾想就在看到一名老浓厚,陈毅的脸色大变 之后更是对着服务员怒吼道,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惹怒了陈毅呢? 1949年5月,陈毅带兵解放了上海 于是毛主席便清点陈毅担任上海首任市长 可上海的形势并不乐观 战争留下的后遗症导致上海工业瘫痪 物资紧缺,特务,土匪,黑帮势力 那更是令上海混乱不堪 当时蒋介石变断言,陈毅即便打下上海 也根本搞不好上海 然而陈毅仅用两年就将上海治理得井井有条 此后陈毅也未曾有过半分松懈 工作之余还经常下到基层去视察 一天,视察途中陈毅突然饿了 于是便进入一家面馆吃个面 没想到在看到一名老浓厚,这突然发起了脾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陈毅到面馆吃面 为何在看到老浓厚发了脾气呢 原来陈毅和工作人员进店后 服务员见他们穿得干净利落 便热情地上来打招呼 陈毅看过菜单后 点了两碗阳春面 还特意交代多放辣椒 服务员听完后 便向后厨吆喝了一句听不懂的方言 不一会儿两碗热腾腾的面条就上来了 面条分量很足 陈毅便和工作人员大快朵一地吃了起来 正当两人吃得津津有味之际 一个风尘仆仆的老农也走进了店里 老农的衣服很破 就坐在陈毅的对面 老农喊了半天 服务员才不耐烦地走了过来 老农怯生生地点了碗阳春面 之后服务员又向后厨喊了句方言 不一会儿老农的阳春面也上桌了 然而眼尖的陈毅却发现 老农的阳春面不仅清汤寡水的 面条分量也明显不足 再回想起刚才服务员对老农的态度 陈毅气得当场拍桌子 去把你们老板叫来 这时听到动静的老板也赶紧走了出来 那么陈毅有没有责罚二人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海曾被国民党统治多年 这里的商人上至老板下至服务员 都养成了一套看人下菜碟的本事 他们甚至还发明了 唐官和后厨沟通的暗语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农和陈毅 同样点的都是阳春面 上来的面却大象征庭 也正因如此 陈毅才是气愤不已 老板见此情景 赶忙给陈毅赔个不是 陈毅见老板如此态度 也缓和了情绪 之后便语重心长地对店家说道 你们做生意的 要时刻清除一点 干部和百姓 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万不可区别对待啊 老板和服务员 也羞愧地低下了头 自此以后 陈毅多次派工作人员 来这家店暗访 得知没再出现过 区别对待顾客的情况 这才放心下来 陈毅接管上海期间 凡事都亲力亲为 而他也时常到基层 体察民情 期间多次发现问题 并及时解决 也正因如此 上海在他的治理下 不仅越来越繁华 更是成为了 新中国的门面担当 布任毕竟 摄影 中文一天 中文一天 全部面担当